十年起的积极推動了 農漁蓄產業冷鏈政策 這獲得了行政院大力支持 投入140億元 建立了旗艦跟區域冷鏈物流中心的系統 而位在中台灣雲林 這裡有一個漢光蔬果區域冷鏈物流中心 也在11號重視啟用了 預計農產品處理量能 每天可以來到200公噸 開大門 漢光蔬果區域冷鏈物流中心正式啟用 協助整合中部地區產業需求 建構標準生鮮冷鏈作業系統 帶動鄰近產業共同發展 漢光是其中的領航者 它是提供一戰式的服務 從冷鏈到加工到節切到檢驗 可以講給農民最好的服務 漢光蔬果區域冷鏈物流中心廠區 導入智能物流產線及數位配送系統 預計農產品處理量能 每日可達150到200公噸 每月蔬果轉運量可達6000公噸 未來也會繼續布局全國冷鏈體系 農魚序的這個產品 我們會建構一個所謂的台灣的一個冷鏈網絡 那透過冷鏈網絡從產地端 從農民收穫開始一直到消費端 那這個消費端不只是國內的消費端 也到達國外的高端市場的消費端 不只能提升農民收益 導入農產品安全管理及冷鏈體系 將產品以低溫物流配送到各通路 也能確保消費者能品嘗到最新鮮的蔬果 三星文 雲林 眾和寶